好,今天我們來看你這次的作業 好,現在作業的量越來越多了 那你只要調配好一些練習時間 那有一些,現在都算是基本的啦 藍庭聖教,雖然暫時先放假,有空 記得回去練一練 好,這些呢,都是算是一個暫時的過程 那未來你如果要停留在哪一天都很好 就是說,你學了很多勃之後 你要專精,比如說這個智勇,或者是迷符 或者是什麼什麼,都很好 但是,現階段就是要先大量 因為你這樣還算只是剛開始沒多久而已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好,用筆上已經越來越準確了 但是,圓潤感還是不夠 厚度的問題 記住,圓潤,你是方的齁 它是圓的 這一點要注意,圓潤的感覺再多一點齁 好,這裡是擠壓 小心這擠壓的 用筆的過程 好,筆沾薄一點 好,筆沾薄一點 雖然 用小2有點小啦 應該 理論上應該用小1 或者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小如意,加一個筆套 才會夠厚 好,厚一點 聖 比法漸漸沒問題齁 就是 溫潤的感覺 那這也是你的 個人習慣 你寫字本來就比較乾 比較薄 所以為什麼要叫你寫這一帖 也就是說要 讓你厚一點一點齁 好,這一帖 大概兩三次 差不多了齁 因為 你的樣子都很像了 好 這幾帖大概寫了 兩三個月了齁 小心這 起來,要完全起來 起得不夠來齁 進 擠 注意,這裡面要擠 擠 就是說 推的,這種 推的感覺還不夠 好 趕快把這些 細節 圓入的感覺齁 這是在 其實最主要是你眼睛沒看到齁 你眼睛 小心這是方的 這是方的 沒有那麼遠 眼睛 訓練到更準確一點 更銳利一點 這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可以 學習各種 任何鐵 很快的可以 這裡 任何細節 看得越多 眼力越好 對於未來 就是 在衝突的時候 你才能看到問題點 或者說 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審美能力 才會 快速的增加 看自己的 看別人的 一看就知道 好、壞、問題、優劣 在哪邊齁 那你在台北有空 記得 要好好地展覽故宮 是一定要常去的齁 那有空就跟老婆去 帶她看 這個很重要齁 好 來動 加重 抽 跟 好 你下次好 那個 這個 精緻度已經漸漸比較好了齁 這一個 這一個 這是什麼 智勇的 你寫圓寸了 可以寫圓寸了 寫圓寸用小二字剛好 好 訓練精緻度齁 你現在 還 精緻 精緻的程度了齁 還要再更小心 像這裏 哼 寫得太薄了齁 然後把字整個拉長了 是 是 射 射 射影的射 擺動 加壓 挑 下去 齁 當然這個要練到 齁 其實它很規律性 齁 練到很熟練 這要功夫啦齁 你現在應該沒有時間去練習別的了齁 其實這些字體 趕快把它 熟練 就不得了了齁 差不多齁 直 側風壓下去 出去 內筆上去 內筆上去 一 二 拖一下 點 加壓 不要太過度了 提筆要做出來 不然這裡就灼掉了齁 下筆中鋒 不要側風齁 不要側風齁 這裡 繞一圈 中鋒 中鋒 中鋒的質感跟這是不一樣的 這裡都 太側了 好 用筆再更小心一點 那整體性 那整體性的 我們可以看到齁 它的排列 均勻度是非常的好 好 可是呢 因為歪來歪去 你可以看齁 歪來歪去 有沒有 好 然後也是一樣 一看 除了整體的穩定性 不太夠 還有那個 一看就是扁扁的 都扁扁的 不夠潤 這一點要很注意 好 好 下筆寫小長一點齁 用筆上是 都大概是這樣 沒有什麼 走得太圓 但是就是用筆結構 會變形 好 小心 好 好 漸漸的 眼睛也好 我們會 就寫 圓寸就好了齁 好 米符的字 是屬於大字 齁 我們寫幾次 放大版 齁 之後就可能 也是跟志勇一樣 寫圓寸 一起整個大張的 好 好 輕鬆靜挺吃齁 這個 祖宿鐵是必練的齁 齁 好 難得寫得這麼整齊的 一個鐵齁 不然然後其他鐵 都是 擺來擺去的 齁 來看一下 記住中鋒 齁 那其實 我 為什麼會說 那個 那什麼 日用的 準備要結束齁 齁 再幾次 因為 要趕快要 配合這一鐵 要用 要寫 言真輕的 齁 米符的底字呢 楷書是言真輕的齁 所以一定要 趕快 準備啦齁 所以 趕快去 買 我們 先從 先從 誰 言真輕的 可以練個兩個鐵 一個是 多薄鐵 多薄塔鐵 小心這裡齁 很誇張壓了 齁 然後出來齁 這也是一樣擠 齁 你看這擠 就跟志勇的一樣 擠 壓起來 彈跳很誇張 齁 有了志勇的 彈跳 您應該 不會 不習慣這一種 只是更誇張而已 好 言真輕的厚度呢 是很重要齁 你看這中鋒進來 然後它的結構 注意 這不是它的發明 王希致都這樣寫齁 中鋒喔 不要撤鋒了 挺直 中鋒 你還是撤掉了齁 注意 翻過來 就變中鋒 你撤鋒 看它為什麼收到自己的筆 它寫字像刷字呢 就像刷油漆 喔 都是中鋒 起來 按 這裡還是有輕重 力道的感覺 要做出來齁 當然 速度感 也還不熟練齁 會卡卡的 這個 這一篇 字不多 就 跟那個 寫過聖教 來看 這算少之嗎 也是 最好 就是 能夠一個禮拜 寫一次 那也是 那也是把它寫成一個 一大張這樣子 應該還好啦齁 就是這樣子的進度 現在 我們現在用的是 煎好筆 煎好筆 這樣轉 這樣用力齁 還好 不會 磨損得太快 如果是狼好筆 對啊 狼好筆 很快就掛了齁 提筆 要提喔 慢慢的提提 要煎起來才行齁 中鋒 記住 中鋒要多一點 這是它的 用筆的特色 好 下次開始呢 也是一樣 A3版的再寫幾次 然後一次一整張 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可以這樣 記住這裡很難 也就是說 有往外凸出去 再回來 它的那個小細節 好 現在 眼力不錯啦齁 很容易 大部分都看得出來 只是很小的地方 會 沒注意到而已 所以我們就可以 寫更小一點 非白的地方 都有處理到齁 可以 好 大概這樣子 所以 這樣走下來 眼力 摸好難力齁 就沒問題 然後就這樣 好 漸漸的就會 你的汁就會 味道就會 接近古人的味道齁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外收 傳訊 好 結構上呢 跟剛剛 你的個人的習慣 很明顯 就會變偏瘦 中風要多一點 容易撤風 太多了啦 來看一下 然後 記住平穩度 做一致的一個平穩性 要小心 平穩性 就是也可以說 練炎真心會有幫助 你可以先記住這兩鐵 然後 大概放大板 準備找 好 有那個放大板 多把塔跟那個 言情禮杯這兩鐵 就可以了 應該會很快 就會 開始寫 而且 嗯 不會寫太久 依照你這麼用功的話 好 不用太久 這個字 適合寫扁一點 喜歡言真心的 可能 要 兩三個月 應該 七八尺以上 看情況 接下來 可能會寫 一定 草書 尾巴不夠尖 這裡 的感覺 太薄弱 小心這裡 圓潤的感覺 手筆不要那麼快 你這已經變成 自勇了 要小心 不要 不要搞混 我們現在還是在寫 尼管站 這裡也是一樣 很正常啦 你現在 會混在一起 這是一個過程 不要怕 沒關係 至少還有我在 幫你看著 現在不小心就會變 自勇的鼻翼在裡面 我都會啊 不是你 但是 現在就是要能夠 去 把各家各派 能夠 很小心的去處理 好 小心喔 太用力了 這是自勇的 它不會這樣 你寬船不會這樣子 輕一點 好 等到寫到 顏真心更會 好 用筆會很重 其實現在就會開始了 好 密膚的也是 寫筆很重 好 那 這都是一個過程 好 要能夠快速的 轉換 好 習慣就好了 點一點 油而且太重 側風 加壓 好 縫 好 擺動要做出來 頭太重了 重 輕 重 然後 當然整體還是輕 但是你 重到輕太弱了 加壓 輕重比例要做出來 好 入縫 母 母 母這個肚子太大了 這懷孕 然後腳太短了 不好看 我們書法呢 其實主盡量就是 中宮頸一點 瀟灑一點 長手長腳 好 一般而言 看書 先寫橫畫 好 兩點讓它有一點動感 不然會 比較 呆一點點 咦 這裡 這裡太緊 雖然說中宮要緊 但是不能疏密差這麼多 而且整個字 輕重的感覺不夠 還是一樣這裡 小心 緩慢一點 圓潤一點 好 輕 但是間隔 要 稍微 寬一點點 好 注意這筆 比較輕一些 現在筆不要那麼重喔 現在已經變成 個 就是 不夠純粹 寫到 筆翼 歐北倒 大概這個樣子 再留意一下 這個味道 好 請這樣